小米是五穀中养生宝剑的佳品,中医认为,同时种子,数量越多则能量越大,资补力就越强,故天生万物,独厚五穀,五穀中素米最佳,素米又称小米,骨子,素骨, 小米春中秋收得天地之气最全,得土气最后,胃皮之果,最养皮类,小米胃肝,咸,性凉,胃肝色黄入皮胃精,胃咸入肾精,小米乃无骨之手,既养先天之本,皮胃,又养后天之本,肾脏,成为养生保健之佳品,营养价值小米含蛋白质,比大米高,脂肪1.7克,碳水化合物76.1克, 都不低于到,卖,一般粮食中不含有的胡萝卜素,小米每100克含量,达0.12毫克,维生素B1的含量,位居所有粮食之手,除食用爱,还可酿酒,制衣糖,小米周诗健康食品,可单独煮,一克添加大枣,红豆,红薯,莲子,百合等,凹成风味各异的营养品, 小米磨成粉,可制糕点,美味可口,小米的芽和麦芽一样,含有大量酶,是一味中药,有键味消食的作用,小米粥有安神之效,中国北方许多妇女在生育后,都有用小米加红糖来调养身体的传统, 小米熬粥营养价值丰富,有代参汤之美称,由于小米不需精致,它保存了许多的维生素和无极盐,小米中的维生素B1可达大米的几倍,小米中的无极盐含量也高于大米,营养分析,一小米因富含维生素B1,B12等,具有防止消化,不良几口角生疮的功效,二小米具有防止反胃,呕吐的功效,三还具有滋阴养血的功效, 可以使产妇虚寒的体质得到调养,帮助它们恢复体力,四小米具有减轻皱纹,色斑,色素沉着的功效,要用价值本草纲目说,小米是反胃热力,猪粥食,一丹甜,补虚损,开肠胃,小米又有素米,白粮素,滋米,黄素,磕子,骨子等名称,为何本科植物素的种人,原产中国,一山东,河北,东北,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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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 西北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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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北 一副一用的滋补品,气质者既用,素体虚寒,小便轻长者少食,小米以颗粒饱满,充实,色鲜为佳,八枚变质不移食,小米为大众喜事之品,食鸟以不使用化肥浓药的有机小米最佳,搭配一剂小米加丧肾保护心血管健康,小米加红糖红糖益气补血,小米健脾胃补虚损,两者搭配可补一气血,小米加肉类, 黄豆所含的氨基酸种类不同,互相搭配可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,小米加大米营养互补,搭配食用提高营养价值,食物相克,小米基于性人同时,小米加性子小米中的磷本矿物质与性所含的果酸结合,会产生不易消化的物质,亦导致呕吐,腹性,小米加虾皮小米和虾皮性味薄荷,同时会致人恶性, 呕吐,小米加醋醋中含有基酸,会破坏小米中的类胡萝卜素降低营养价值,推荐几个小米致病的小偏方, 一,补元气纪献林先生活了98岁,他的长寿秘诀就是每天喝小米绿豆粥,小米补元气,绿豆解毒轻火, 二,降血压小米200克,联子10克,猪粥,堆心火旺高血压有效果,三,央味小米200克,生姜6片,猪粥,对胃病有效果, 四,治疗肿症及五粒,小米200克,黑芝麻40克,黑豆30克,核桃5枚,大枣6枚,花,生米8粒,枸杞30粒,生闪10克, 用豆浆机打枝,每枣空腹喝三杯